如何面对企业数位转型在组织面的挑战 创久的产业经验之与数位科技能力皆因如何调整 融合达到成功转型 我觉得在数位转型的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有跨世代沟通的能力 对于数位原生的世代来讲 一开始本来就是像维基百科一样先发布 发布之后大家看不顺眼再编辑 编辑之后觉得需要另外一篇文章 那我们就再撰写嘛 但是在大伯列列百科全书的时候 它比较像制造业 就是说你要先做规划 撰写编辑之后再出版 所以说一方面是顺向 一方面是逆向 要怎么样互相搭配 发动一个前行攻势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对于我来说 像我们办公室 每一年都会有30位年轻的20出头的见习生 他们就是所谓的锐计划 Rescue Action by Youth 也就是说来拯救政府的数位网站了 在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比较简单 就是让所有的网站不是只有IE可以用 其他浏览器也可以用 到了第二年 就是不是只有宽的荧幕可以用 手机也要可以用 到了第三年 就是不但都可以用 但是它的体验上要好用 用起来舒服 到了第四年的时候 那就更是包山包海了 不但要用起来舒服 而且还要确保说 本来不知道有这个服务的人 或者是数位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长者等等 都要透过IE的访谈呢 来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服务 而且愿意使用这样的服务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数位原生代 能够当领我们的向导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一年一年下来 我们就越来越inclusive 越来越涵容 这个涵容 就是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就是世代跟世界之间的团结 这个才是成功转型 最重要的一个秘诀 数位转型是企业成长之路 您看法如何 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 最重要的就是 前面的这些向导 后面要跟得上 而且当前面 它如果跑得太快 然后发现说 不对前面是断崖的时候 不要变成是 大家好像驴鼠一样 一个一个跳下去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有点像在一个Sandbox 一个沙盒里面 好比像说 我们现在无人车 无人船 甚至用来送药的无人机 都在一个一个进行实验 但是每一个实验呢 它的场域是确定的 它的骑程是确定的 开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呢 就算它出现了一些事故 一些状况 首先它不至于减低 社会对这些情况的信任 因为我们在沙盒里面 本来就是要看 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嘛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的法规 是刚好跟在后面 有点像是说 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跟车的时候 就是几辆车身 这样子的距离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就不会变成 好像是说 破坏式的创新 去破坏了我们社会 对于彼此之间的信任 而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 采取一个assistive 辅助式的这样子 一个创新的态度 是在社会的常规之下 大家试出 这个做法真的比较不错 那大家再切换到 那样的方式去做 绝对不是说 只出这条路是对的 那就否定所有其他的路 所以这个成长 是全方位的成长 而不是单一方位的成长 在数位时代 企业中的每一份子 应该如何准备 以面对企业数位转型 所需的技能与心 与心态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开门造居 你行你来 也就是说 企业里面的每一份子 不管你在哪一个部门 当然你都是 你的企业的厉害关系人 任何的stakeholder 所以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但这个企业的数位转型 是节省了这个部门的力气 但会浪费那个部门的时间 或者是说 帮客户的体验增加 但是却让我们第一线 员工的体验 减少他的适当性等等 这种以零为货 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在数位转型的路上 要怎么样子去预防呢 就是让每一个人 都有像我们打1922专线 就可以直接跟指挥中心的 专家的系统 进行对话的这样的方式 让第一线的朋友们 能够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说 原来他们的经验 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我们在 口交实名制的初期 就是靠社区最信任的 钥匙朋友们 去担任我们健保系统 以及慢性连续处防签的 这些习惯的长者们 中间的这个桥梁的角色 如果在当时 我们没有照顾到 钥匙的体验的话 如果我们当时说 你不能发号码牌 等等的话 那口交实名制 难免就要失败了 但是呢 当我们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们说那你要号码牌 那没问题 我们下个礼拜四 马上来给我们的系统 把我们卖的口罩的时间 刷健保卡的时间 取口罩的时间 可以用不同的栏位来显示 甚至可以按一个键 就从地图上消失等等 那再透过每30秒钟 公布一次的Open API 就可以让每一个人 在排队的时候 都能够确保说 这个真的是公正的 这个的分布 真的是均匀的 而如果看到不均匀的做法 那么你行你来嘛 你提出更均匀的做法 我们一定马上就把它完成 所以这样子的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 社会创新精神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最具有 创新力的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选举的制度 不但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唱票的制度 是拿出一张票来 然后在观众席的 这些YouTuber们 他就手上拿着 可能是鹰眼部队的App 或者是一支穿云剑的App 然后就可以立刻 进行计票的动作 而且他还会展示 给这些角度的人看 这让民主变成一件 非常有趣 而且又非常公平 而且不会起 像在其他国家 那样子的争议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民主制度 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 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投票率 一直都保持的非常高 上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是7乘4.9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等于民主 就等于是一种科技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也看到一些挑战 好比像说像政治现金 以前就只有监察员可以监察 其他人都只能拿 纸本的影印本出来 但是感谢临时政府 G0V的朋友们 一开始先去把 这些影印的纸本 切成小块 然后让大家协助做 数位化 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JD文字辨识 然后最后就促成了 阳光法案的修订 监察员真的用结构化的资料 把它公开了 而公开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怎么有一些 好像没有写在这个里面 所有的像Facebook上面的广告 好像都没有放在 政治现金的这个支用 费用里面 但是我们就会去跟Facebook 谈判说 你看我们监察员已经用 开放资料释出了 你是不是也配合一下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Facebook第一个在台湾 推出Adverdizement Library 就是第一次用这种 即时开放资料的方式 确保说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说 不会有境外的朋友 来下Facebook广告 影响我们的选举 也不会在选举的时候 有些专门针对特定 朋友的广告 去让他们不要去投票等等 都没有在我们的总统 以及立员选举里面发生 所以民主 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数位服务 而且我们每一年都还在继续更新它 当然就是智能语音装置跟Chatbot 其实还是不同的概念了 好比像说 如果它是文字型的Chatbot 但是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用语音输入的话 那么其实它是对话机器人的技术 没有错 但是它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 就是即时的语音的合成的技术 语音合成技术确实在台湾 因为我们有20种不同的国家语言 里面超过16种 是好比像说原住民族的语言 台湾首语 妈祖的闽东语 当然还有台语跟客家话等等 所有的这些语言 我们在建制这些国家语言资料库的同时 我们是最近才开始累积这些并行的文字资料 以及语言资料 那当然我们要train出 同时能够满足这20种国家语言的model 确实是有其困难 所以我们也有在前瞻基础建设 不管是本来的1.0 或者在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 我们规划的2.0 科委会 圆明会 等等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都非常愿意分享出来 让更多的这种在地的口音 以及在地的用词 这些做法 能够透过我们在地化的方式 确保大家都可以直接 用我们最习惯的方法 跟这些语音机器人互动 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发音 就好像Siri一样 就好像我现在一样 卷舌也要卷舌到一个程度 才能够被Siri听懂 那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 正在往这个方向来研究 来发挥 请问数位化是否真的能完全取代人 特别是 透过学习是否也可以取代人的创意思维 而 G 取代人的广告创意 洞察见解 好比这样说 这个 举例来说 这个Siri目前都还把他发音发错 就表示说 有一些尝试的状况 目前我们还是蛮需要人来确保说 机器不要这个在尝试上面的认识上面犯一些错误 好比这样说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说 有在某一个这个足球比赛里面 有一个评审他的光头比足球看起来还像足球 所以这个运镜的机器人 AI就不是跟着球跑 而是跟着这个评审 跟着这个裁判跑 那这个当然也是很有创意了 但是也很有意思 但是当然不是我们希望一个运镜完全取代人的摄影师 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可预见的一段将来 我们AI还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像我现在戴个眼镜是辅助我看得更清楚 那有些长辈戴个助听器 也是要听得更清楚 眼睛也好 助听器也好 任何的辅助科技都要做到两件事情 就是alignment和accountability alignment就是说 他要是以这个人被辅助的人 他的尊严 他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 而不是什么广告商或者别人的利益 那accountability就是说 每一次在他帮忙做出什么判断的时候 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 以及我们如果我们的判断跟他不一样 到底要怎么改变他的判断 这个必须要给出交代 就是要accountable 只有这两个都做到 才真的能够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assistive intelligence 不像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他不是为了要取代人的存在 而是让人能够花更多时间在彼此的身上 目前政府对于自驾车 被有智能汽车的推行相对保守 想了解糖分对于这类汽车载台推行的建议和看法 政府能提供哪些补助或推行措施 我们目前当然已经有我们的无人载具创新实验条例 所以就算你的自驾车是开一开 然后飞起来 或者是开一开 然后就可以在水面上航行 不分路 海 空 都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测试 那像我自己 我的外婆也好 我阿嬷也好 我爸妈也好 现在都住在淡水 那他们就是第一个 可以从他们所住的地方 直接就搭这个无人的巴士 就可以到他们附近的一个shopping center去 那所以在这边其实已经开始在人了 以国际上的角度来看 也并没有是太慢的这个情况 相反的我们的重点 还是要accountability and alignment 要发生事故的时候给得出交代 就算没有发生事故 也要给得出交代 以及确保说 整个社会是能够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越来越多的垂直实证场域 越来越多的 透过我们的无人载具沙盒 申请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出现 我们只要有横向的这个连结 我们就可以确保说 大家越来越能够接受 像这样子一些代步的 大众的交通工具 如果我们的落后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GDP成长 他们快速发展的意思是 GDP下滑 那我宁可要落后一点 台湾是全世界 在不管是这季也好 这一年也好 预测明年也好 我们线上跟线下的经济活动 同时成长的 不能只是说 因为我们线下的经济活动 也成长了 然后你去算个比率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线上的成长比率 没有那么高 似乎不能够这样子去计算 就像说 也有人问我说 那这个全世界的小孩都被迫 必须要线上学习了 那这样子台湾的小孩 还在那边上课 是不是会很落后 但是事实上要知道 在全世界 像台湾这样子 宽品是人权的地方 并不是那么多 有很多的国家 其实他们的小孩 是没有一个非常稳定 而高速的网络 而就算是有高速的网络 也只有下船是比较高速 上行 也就是小孩要发言的时候 是非常的缓慢的 在那样的情况下 纵使他们被迫数位化 事实上是牺牲了 他们学习的权利 在台湾 通讯的权利 健康的权利 以及学习的权利 都是我们社会 没有办法去接受说 好像牺牲一部分人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应该去充这个 比率的一个KPI 而是应该要把 线上的这个活动 他比较说跨国的很多 互相激荡创意 等等的这些 co-presence 共同在场的这些情景 把它设计好 但是绝对不是说 好像说 我们明天开始 都不抓假钞 便利商店不能设提款机 大家都拿不到纸钞 所以我们来推 这个数位支付的KPI 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子 在做事情 或者是想事情的 如何能从小培养创新思维 任何小孩都是很创新的 这个问题应该是问 怎么样小时候 不要去扼杀掉 小孩的创新思维 怎么样不要扼杀掉 小孩的创新思维呢 就是不要告诉他说 你这个答案是错的 也就是说 当你说他是错的的时候 其实重点是 你脑里已经有一个标准答案 你把他的这个做法 跟标准答案加以比较 你应该是讲的是说 你这个看起来不可行 稍微怎么样修改一下 就会更可行呢 这是一个支持性的一个问题 又或者是说 你这样子的理解 在这边会出现矛盾 你有没有想过 你改变怎么样的前提条件 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呢 这是一个引导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不是从对或者错 这样子好像是非题一样 也不是说标准答案 三选一四选一 好像选择题一样 每一个小孩的每一个想法 都是一个填空题 这个填空题 可以不断地 再把它加上新的想法 每一个人好像拼拼图一样 但是这个拼图 最后拼成的形状 完全是由这个小孩 自发互动 来达到这个共好 也就是不是一个 现成的蓝图的思维 而是一个拼图的思维 这个就是创新最重要的 集众人之力 来达到众人之事 如果唐凤是个品牌 是个什么样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 就是一个开放式创新的品牌 也就是说 我像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录影 我是抛弃掉 著作财产权 我事实上 常常也都是抛弃掉 肖像权 随便你拿去 做任何二次的创作 像之前就有一次访问 有日本的饶舌乐团 拿去去做 Rap的音乐 那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我预先抛弃了 著作财产权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去告任何人的 这样子就是开放式创新的精神 你行你来吗 你觉得你可以把唐凤 二搞成更有意思的样子 那我欣赏你的创意 跟你的作品 在未来的十年 我相信大家都会发现到说 ESG 也就是环境的永续 我们社会的团结 以及我们在智力结构上 更能够向彼此给出交代 这些事情再也不是像以前说 好像是企业行有余力 在来做的事情 因为对于年轻一辈的工作者来说 所谓的Z世代 或者利世代来讲 不是说你没有破坏环境社会 就是良心企业 你袖手旁观 这个是不行的 必须要采取积极的行动 好比像说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衣服 就是由咖啡渣 就是喝完咖啡之后 剩下的那个残渣 然后还有回收的宝特瓶 所制造的 也就是说 大家upcycle 循环经济 不是只是回收做一样的 或者是价格比较低的使用 而是说回收之后 反而去做价值比较高的使用 所以大家从价格的思考 转变到价值的思考 其实现在在台湾 已经75%以上的朋友 都会觉得说 这样子以造就更好的环境 跟社会为目的的营业行为 所谓的社会企业 是大家非常愿意出钱出力来支持的 而这样子的需要的人才特质 欢迎参考社气流 有做一个叫做历世代的一个专题 目前的职务有哪些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我目前想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出国去跟大家互相彼此学习 也就是现在出国真的是不太容易 可能要等疫苗出现 那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透过视讯 透过VR 网纱投影 全习机器人等等 这些做法 其实我们现在天涯若比林 我每天大概都要跟四五国不同的朋友们 透过线上见面三分请的这个方式 来达到互相的理解 所以说虽然就是实际上不能够出国去 面对面的沟通 但是这也让我们发表了更多的论文 更多的技术 好比像说像我在Social Archive S-O-C-A-R-X-I-V上面 跟几位同事发表的一个论文 叫做V台湾 现在也被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加以引述 他们就发现说 当大家都关在家里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去做类似好像一个town hall 一个citizen assembly等等的方式 来一起对于公共事务做成决定 事实上因为大家关在家里 所以说不定一起来想公共政策的时间还更多呢 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新 但是当然等到疫苗出现的时候 我还是会非常想要这个面对面 还是去跟所有的这些线上的这些网友们 办一个网友的见面会 台湾消费者对于个人资料 对他对企业平台取得并用在自己身上的态度 政委觉得会是走向开放还是更加原格 事实上如果accountability 就是给出交代的能力越强 那么当然这个使用就越开放了 每一个人的资料自主权 当然都是我们的宪法也好 各自法也好所保护 但是呢其实好比像说消费者保护也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知道说有七天的鉴赏有预期啊 那如果一个店商说 哎你打了一个勾我帮你打勾 然后呢送到你家里之后 你就没有这个七天鉴赏期了 很多人知道这个是无效的 他是不得记载事项 他可以打电话给消保官 消保处会帮他去调解 而且如果这个业者有大规模的这样子 不公平的竞争 说不定公平会还会介入调查哦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有作用法跟组织法 来制衡这样子一种演算法的滥用 而且呢现在人民也已经知道 要怎么样子有一个正当的一个程序 但是同样是没有办法 让合约欲为抛弃的 要求你的个资的一份副本 要求更新 要求删除等等的这样子一些权利 当然如果是政府的话 像我们已经透过MyData这样的平台 来提供各位这样子要求副本的权利 但是相信大家对于一般的商业使用上面 到底怎么行使这些各自权利 其实不如这个七天的鉴赏 起要来的了解 所以呢我们很快就会去提出 一个个人资料保护的专责机关的组织法 送到立法院 那当他成立之后 就好像消保官或者公平会一样 就可以来保护大家 保护大家之后 相信大家就会更有信心 也更愿意在自己可控的范围 确保刚刚讲的给得出交代 在适应你的最佳利益为出发点情况下 就可以彼此分享 这个叫做Joint Data Controllership 大家都是资料的处理者 以及提供者 以及使用者 我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共同创新的这些朋友们说 你的资料是以你的最佳利益而被使用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把自己的个人资料 告诉我们的医师 护理师 会计师 律师 等等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是为我们好 而不是拿去就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广告商啊等等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Trust 就是信任 而赢得信任的方法 除了给出交代 Accountability 除了价值的对峙 Alignment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所以我具体的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加以分享 那么当然资讯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即使你是以他的最佳利益为行动 如果你的资安没有做好 你所存放的地方被骇客整晚端走 对不起 整个硬碟端走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当然信任也一下子就掉到谷底 所以要怎么样确保资料在储存的时候 是就算被整晚端走 也不会侵害到隐私呢 我们在今年开始 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新的技术 好比像说全同态 加密 Fully Homomorphic Encryption 各种各样的Zero Knowledge 零知识证明 等等的这些方法 都可以确保说 当你去委外进行运算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让这个运算的人 看得到任何个人资料 这样子即使他的资安防护水准不如于你 但是就算这样子 也不会出现任何资安上面的问题 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值得大家 一起来想 一起来探讨的 当然就是我们确实有足迹啊 就是好比像说碳足迹 碳排放的资料 好比像说步道 千里步道的足迹 用哪些地方可以爬山等等 那这些资料当然有一些 好比像说现在的气温 现在的空气品质等等 是不会有人主张个资的 那这些呢 当然我们早就已经开放了 欢迎你参考 民生公共物联网 那有一些呢 其实是个人资料 只是放在政府这边而已 那我们如果要释出的话 我们就会释出合成资料 合成资料呢 就好像未来肉一样 就是你吃起来像肉 看起来像肉 但它就不是肉 也就是说 好比像说健保资料 我们可以合成出 不要说两千三百万了 两亿三千万人的健保资料给你 只是这些都是模拟市民 没有一个是真的人 而且这个合成的产生器 也看不到任何人的个资 但是现在的合成资料 跟当年的那种 你一吃就知道说 没有啦 这个豆皮跟蒟蒻做的 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合成资料 即使是在机器学习的演算上面 也都可以有相当好的 几乎就是完全跟真正的个人资料 分不出来的这样子的学习的运用 因为你要用这些东西 当然并不是为了要窥探集团的隐私 当然你是想要去进行一些 更加值的统计上面 学术上面等等的应用 所以说真的 合成资料再加上全同态加密 这两个一个保护隐私 一个保护安全 我觉得是接下来 大家都可以往这个方向 一起来想资料的利用 有人说台湾因为防疫成功 减缓了数位转 有人说台湾因为防疫成功 减缓了数位转型的速度 您怎么看待 如果防疫成功 会减缓数位转型的速度的话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确保我们是在正确的方向上 你在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方向 只让一部分的 大部分是大都市里面的人 继续保持他的通讯健康教育的权利 然后牺牲掉所有 就是在乡下的朋友们 在其他国家 这样所谓加速的意思 就是一部分人先加速起来 然后呢 其他的人 不管是在通讯学习 还是健康上 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加剧了社会的对立跟不公平 我们绝对不这样做 所以我们即使是 这个一百个人走比较慢 但是可以走得比较远 我们的数位转型 是不落下任何一个偏向 我们的地方创生 结合我们国际传播的社会创新 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确保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的永续发展 所以我想重点不是去拼单独的几个大城市的数位转型速度 而是全民一起有良好的数位的素养 韩国政府在疫情后 积极发展无接触商机 试图在全球打造另一个寒流 台湾在这个数位转型的潮流下 优势是什么 或有什么新的产业会崛起 我想我们在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是靠社会部门 social sector 来保持我们不管是在 pandemic 就是防疫上面的成功 或者是infodemic 就在过程里面没有什么假讯息的危害 没有什么阴谋论 social sector first innovation 就是台湾在这一次的twindemics上面 就是两个疫情 心灵的跟身体的疫情上面 我们去发明出了这样子一种 好像物理疫苗一样的 不管是口罩 还是我们民间的事实查核机制等等 媒体素养 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真正在印太地区 大家尊敬台湾的一个原因 不管是开放政府的角度 社会创新的角度 青年参与的角度 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从社会创新的角度来说 企业应该如何与政府甚至学界一同努力 让台湾更好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 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要了解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多向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 si.taiwan.gov.tw 去把你跨域的创新的这样子的能力 结合不同部门 一起达到永续发展的实际的做法 大家彼此参照 互相学习 每年我们会搬出五个总统杯黑客松的奖杯 下一个可能就是你呢 那个奖杯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是一个小的投影机 一打开就出现总统颁奖的画面 承诺你说 你在过去三个月 结合不同的产观学研设部门做出来的事情 我们在接下来十二个月 用尽一切方式 让它变成我们行政院的实证目标 刚才回答完了中文的问题之后 我又突然发现说 好像有一批英文的问题 但是因为大家要我用中文回答 所以呢 我们就请我们最新的这个设计师 不是AI 我们浩婷把它翻成了中文 那待会呢 会由不是serial 是由浩婷来提问 来 好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当数位化的发展 成为我们不可避免的影响的时候 台湾的消费者的心态 还有行为 会有怎么样子的改变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数位 它可以把本来没有连接到的时间 跟空间连接在一起 在以前 大家会觉得说 疫情期间不太想出门 那但是现在呢 就算你不出门 你不管是透过视讯去开会啊 或者是去上学啊 或者是说按一个键 电商就送到你门口啊 还可以无接触取餐啊 等等 这些都会让大家发现说 那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虽然好像是有 但是数位这样子 超越这些限制的方式 让我们反而比 本来习惯的这种实贴的方式 还要更加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 virtual这个字有趣的地方 我们把它翻成虚拟 好像它不是实在的 但是其实virtual这个字的意思是 有点类似literally的意思 就是它是比真实 还真实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这个我会觉得 不是说好像数位转型 就是要去废除掉面对面 或者纸本 或者是这些体验 而是我们能够在数位空间里面 也重现甚至增幅 类似的体验 那从商业的角度去看 当今的数位化时代 企业必须做哪些事情 才能做好迎新模式的准备 那企业必须具备 哪些必备的特质 才能保持变化的速度 还有敏捷性 并适当的调整必要的能力 以满足当前的需求 对就简单来讲 就是要怎么样子保持敏捷嘛 那敏捷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在快速的迭代周期里面 从环境吸取新的状态 然后呢 对于这些状态给出交代 给出反应 那所以吸取新事物的能力 好比像说在前面的回答里面 有提到 我们防疫工作里面 有1922啊等等这些专线 让我们可以从每天下午 两点的记者会一开完 就接到源源不绝的电话 让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况 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那以及下一次 明天的下午两天就可以迭代 迭代就给了出交代数 我们发现情况真的不完全是这样 那粉红口罩有些人不愿意戴等等 我们马上自己戴上粉红色口罩 然后也邀请大家 把自己的品牌变成粉红色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敏捷的特色 就是在能够集思 然后广义 广义就是把新的想法增幅出去 得到大家的就是认同 那这个迭代的周期 你能够越快的做 那么你轴转的这个能力就越长 那如果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根据就是如果我们来谈媒体试读性 如何从被动守护安全的媒介环境 到主动教育 就是民众识别恶意的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假新闻 在这个领域行动与不行动的好处跟后果是 对好比像说我就绝对不会说假新闻三个字 这就是不行动的好处 就是不要去采取把假新闻三个字讲出来的行动 那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在台湾 新闻news 新闻工作 新闻也journalism 是同一个字嘛 同一个字跟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当你说假新闻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在指的是新闻 是新闻 只是它内容有误 还是它不是新闻 假冒成新闻 还是它真的是新闻工作 但是标题下的有点误导 还是什么别的样态 那当这些不重叠的样态 都会叫假新闻的时候 这整件事情就变成没有办法处理 只会让新闻工作者心里觉得很受伤而已 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做的 在新政院我们是把它叫做假讯息危害方式 那重点还是它真正发生了一些危害 好比像大家都冲出门去抢着买卫生纸 只是因为以为说 卫生纸是口罩的原料 事实上完全不是嘛 这感觉就不像只做的 那又或者是说 大家冲出去买泡面 只是以为说泡面快要卖完了 事实上还要很多啦 等等的这些状况 那它确实造成一些民生必需品 等等的这些危害 那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不是媒体的试毒而已 而是媒体的素养 那试读literacy 是你是读者或者阅听者 素养competence 就是你自己也能够制造出媒体的能力了 所以我想现在大家都在social media上面有账号 其实每个人都是媒体嘛 每个人都可以去试着制作出一些 我们正向防疫可爱的总裁的那些图片呢 去做出让大家能够一传十 十传百 R等于十的这样子一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一旦流传开来 大家看了会心一笑之后 就比较不会受到不实的讯息的干扰 所谓的humor over rumor 我想也是靠很多民音啊梗图啊等等 这些也是各位创意工作者的长处 接下来有几个跟科技相关的问题 台湾如何从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中获益 5G眼镜中的internet 何时如何及时回应更多的讯息 来让城市变得更有智慧呢 对其实城市是没有什么智慧的 市民才有智慧了 所以其实smart city的重点 其实还是smarter citizen嘛 我们如果要让市民拥有智慧 我们就必须要让市民更加参与一个城市 那这里面当然包含空间的开放 好比像说像Open Taipei这样的活动啊 那又或者是说智力的开放 开放政府联络人等等的这些活动啊 那当然不同的城市 有不同的参与的一个方法 但我想最终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每一个在城市里面 可能受到这个城市的各种政策影响的人 都有权利也有这个动机 去更加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城市 而且一起决定这个城市的未来 所以我想participation is the best education 就是任何事情 只要你有意义的参与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各种不同学门的朋友 不同专业的朋友 就可以互相参照 然后互相彼此传授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运用 好比像说刚才讲的万物联网啊 5G啊 到底是用来做无人机送药比较好呢 还是无人车来大众运输比较好呢 还是无人船促进观光呢 还是什么别的呢 那这些就可以在大家对城市的集体想象里面 被验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谓垂直实证场域 那么重要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说 怎么样一定是最好的 只有每一个在地的朋友们 自己有这种开放式创新的能力的时候 才能够把这些科技挪用 appropriate变成恰当的appropriate的technology 其实我觉得你刚好像回答了甚至下两题 那我还是重复一下问题 让观众可以知道 你能跟看到科技在未来塑造哪些社会元素 然后还有AI作为工具 如何协助台湾有意识的社会创新 是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AI的意思 对我来讲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就好像我戴着这个眼镜 它是辅助我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说把我看到的卖给什么广告商 或者什么其他国家之类的 那所以只要它跟我的利益是一致的 是value align 而且它可以对我给出交代 就是accountable 这两个要持续不断地给出交代 给出交代的时候又要证明说 我真的是以你的最佳利益而行动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放心地把资料去交给 像这样子的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像如果你不信任 你的医师啊律师啊护理师啊 会计师啊等等的话 那你当然也不会把你的个人资料交给他们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从台湾的Hackathon里面看到成功的例子 从您的角度来看 科技是怎么样影响人类的行为 人类 人类和机器人如何合作来帮助AI 对来帮助assistive intelligence 对所以我想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assistive intelligence辅助式的智慧 是辅助我们人本来就有的一些社会需求 我戴着眼镜并不是我想要变成什么阴眼超人 而纯粹只是说想要我的视力跟一般人差不多而已 那带助提起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很多路痴 包含我啦 那用这个地图导航 也不是真的要办什么这个越野竞赛啊什么之类啊 我们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跟其他人比较 我们只是要在一个跟其他人差不多的情况下 继续我们的社会化活动 一直到我们身体可能比较衰老 可能变成没有办法去扛重物啊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接个外骨骼 也不是要当铁金刚 也只是要能够继续我们的活动而已 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类社会本来对于怎么样运用这些科技 我们自己有自己一套组织的方法 而研究这个组织方法的 它也是科学也是技术 只是它可能不是自然科学或者是工程技术 它是社会科学以及民主 也就是应用社会科学的 共同决定一件事情的技术 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发展的 不管是转译啊主持啊记录啊等等的这些社会技术 其实都是社会创新的一部分 就是让大家每一次有新的科技来的时候 怎么样让它更能够符合社会对它的一个共同的想象 而不是变成好像少数人的想象 去侵略了其他人的想象 变成一种扰乱式的这样一种创新 只有扰乱式的创新 都可以变成真正共同的创新 把本来没有参与创新过程的人 都含用进来 这样子我们才能说它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好 谢谢大家